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我们详细的分享了如何去使用混响 延迟 回音这几种以时间作为标准的音效效果 然而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如果直接将这几种音效使用在声音上面 往往达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因为你的调整 无论是混响的一个大小 势必会让整体的声音变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或者是说在延迟的时间上面调的有问题 或让延迟的声音又显得过于夸张 那么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 这几种以时间作为标准的效果 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音效效果 和自己的人声干声分离开来 那么这种效果在音乐的制作当中 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 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背后的环境音 或者是说一些延迟的效果 但是人的本身的干声 不论是唱歌的声音也好 或者是说做的一些特殊音效 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清晰 那么今天我们来探究一下 如何将这些效果和你的干声 可以分离开来单独控制 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话题有关于 声音传输过程当中的一个信号处理顺序 所以说在开始具体的操作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声音信号的传输顺序 通过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叫做Sound Source 声源 声源通过麦克风的一个接收之后 来到这个所谓的Mic Print 也就是麦克风的一个放大器 信号放大器 然后又来到一个模拟信号 转换到数字信号的一个转换器 最后录入到电脑当中 因为麦克风只是作为一个 接收的一个设备 声音信号被接收之后 实际上这种模拟信号 它是需要二次放大的 所以说在这里有一个Mic Print 另外我们接收的这种信号 实际上是一种模拟的信号 要让计算机去识别 必须将它转换成计算机 可识别的二进制的数字语言 这样计算机才能录入 我们的一个声音 那么此时此后 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 是一个USB麦克风 没有任何的麦克风放大器 也没有所谓的转换器 那是因为USB麦克风 它是将放大的这个功能 以及转换的功能 用很小的芯片 内置在了一个麦克风当中 那么这种便携式的麦克风 只是用于我们普通的 日常的一些录音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在录歌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处理一些 大型的录音工程的时候 他们的设备是更加专业的 那么好的一个麦克风放大器 还有好的一个转换的 一个转换器 都会让声音的更加真实 声音的音质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声音来到电脑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Door Audio Track Input 也就是所谓的软件的 一个接收的一个输入信号端 这个声音被软件接收到之后 通过硬盘的处理或者存储之后 来到调节音量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叫做Track Fader 也就是我们在混音台当中 可以看到的这种上下滑动的滑动条 可以控制声音输入的一个音量 那么通过声音输入之后 又来到了Track Pan 也就是声像的一个处理 就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调整声音信号的一个左右声道的一个状态 当声音的音量和声道调整完之后 来到软件的一个声音输出这么一个过程 输出之后来到后面的Master Fader 就是最后的一个母带处理条 我们在混音台当中也能看见这个旋钮 也是多个音轨组合而成的最后一个Master Fader 最后的一个音量的一个调整的旋钮 当所有的声音输出之后 又回到了我们的耳机的整体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又有一个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一个过程 然后通过耳机里面的放大元件 回到我们的耳机当中 回到我们的热耳当中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声音数字信号处理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叫做 Insert Effect Signal 叫做插入效果信号流 它指的什么意思呢 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每次打开软件所使用的这些效果 直接就插入这个效果 这个就所谓的叫做插入效果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信号源 无论是你直接插入到均衡效果也好 或者压缩效果也好 或者是说去除噪音效果也好 它是对这里的信号直接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输出的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还有另外一种处理信号的模式 叫做发送模式 Send Effect Signal Flow 那什么叫发送模式呢 当声音信号输入进来之后呢 可以通过发送这种模式 对声音的信号进行拷贝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 声音信号被分成的两个声音传输流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原始的声音信号 第二个呢也就是拷贝的这个声音信号 我们可以在这个声音信号上面去做一些混响的处理 或者做一些延迟的一些效果的一些处理 两种声音之后 混缩之后来到最后的一个输出的选项 那么Send发送本身这个过程呢 它是将原始的信号一分为二了 我们现在既有原始的一个信号 又有被声音效果 无论是混响也好 延迟也好 回音也好 处理过的一个信号 最后呢 它们汇总到了一个信号流 那么这个就是Insert Effect 直接插入效果和发送效果的不同 插入效果的话 就直接对我们的原始信号 进行了一个破坏式的一个处理 回不到原来的这种声音状态了 而发送的话 它是将我们的声音拷贝了一份 那么其中一份呢 用来做效果 另外一份呢 它是原始的信号依旧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 在声音处理当中的整体的一个信号流 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到Audition的软件界面 看一下在软件当中 是如何对声音传输信号的顺序 进行一个规划或者安排的 在Audition的多轨模式的界面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第一项呢叫做Inputs and Outputs 就是输入和输出 第二项呢是效果 在这里可以直接插入效果 也就是所谓的插入的那个选项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图片看到的Sense 也就是发送的这个效果 第四个呢是EQ 对整个声音轨道当中的文件 进行一个EQ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个呢就是 在Audition当中 它对声音信号的一个顺序上的一个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输入和输出 那么输入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默认的一个Stereo Input 也就是立体声的一个输入 那么点开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单声道和立体声 双声道的一个模式 单声道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目前所使用的这个麦克风 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你用的一个单独的麦克风 进行录音的话 我们在这里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个 Mono的就是单声道的一个模式 因为一个声源一个麦克风 它录出来就是一个单声道 它不存在所谓的左右声道的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立体声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场景 对自己的输入信号 进行一个声道上的 比方说你录入的文件是一个单声道 你在这里就选择单声道 或者说你录入的文件是一个双声道 你有两个麦克风进行录音的话 你录出来的文件是一个立体声文件 我们在这里就去选择立体声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bestfriend的干声这个文件的话 它是一个左右声道的一个文件 所以说在这里 它就是使用默认的一个立体声的一个输入 那么关于输出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master 也就是这个声音 它进来之后 它被输出到哪个部分去 点开之后我们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bus总线 还有一个mono 还有一个stereo 也就是单声道和立体声 还有一个5.1环绕立体声 那么关于这个master 我们刚才在那几张图片当中也看到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混音台 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声音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声音它目前是从第一个轨道输入进来的 然后它最后输出的这个轨道 是在master轨道 也就是母带处理的这个轨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最后的这个master的轨道 对第一个轨道的声音进行一个调整 因为它的声音被发送到了master这个轨道 那如果说我对这里进行一个更改呢 我更改到 比方说其他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它还是否存在 这样的话 它的声音在master的这个声音的调整条当中的话 就不会出现了 那么这个就是声音的输入跟输出 然后声音输出输入设置好之后 我们对声音可以进行一些效果上的一些处理 在这里直接插入效果 对声音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处理 那么处理完之后 声音信号来到了第三个阶段 叫做sense 就是发送 最后呢 对整个声音文件进行一个EQ均衡器的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mixer 就是混音台 它的另外一种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顺序就更加直观了 声音先输入 然后我们发送到输出的一个轨道 然后插入效果 最后呢 进行发送效果的一个处理 最后呢 对声音进行一个均衡效果的一个处理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声像 stereo balance 就是立体声的一个平衡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整个轨道的音量 对整个轨道的声像 左右声道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对声音的音量也好 或者是效果 进行一个动画处理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上个视频所讲的主题 在这里有四种模式 有写入模式 有读取模式 有写入模式 有门锁模式 还有一个接触模式 那么最后呢 对音量进行一个调整 当所有的轨道 我们对它进行一一处理完成之后呢 所有的声音发送到最后的这个master 也就是母带处理的这个音量调节的这个选项之后呢 在后面的这个选项当中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在audition的这个软件当中 如何进行声音效处理 或者是音乐混音的一个顺序了 我们跟着它的软件设置的顺序 基本上就能搞清楚一个所谓的音乐混音 这也是很多人在问到的一个问题 它的处理顺序是什么样的 在对声音信号的处理顺序 有了一定概念之后呢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如何去对声音的环境 无论是混音也好 延迟也好 回音也好 相边也好 这种以时间作为标准的音效 进行单独的控制 那么在具体操作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插入效果 它对声音具体的一个影响 尤其是针对这几种 以时间作为标准的效果 我们来到效果的菜单栏 然后呢 先预览一下这段干声 我们加一个混响进去 找到这个录音室混响 然后找到它的一个预设 叫做大厅 因为这个效果听起来更明显一些 声音立刻有一种空旷的感觉 做一种特殊音效 直接插入这个混响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听音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听到 它们所加的混响呢 只是做一种环境音的存在 人的这种纯粹的干声 它还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你在这个面板当中 也可以做到 因为下面的这个output level 就是干声部分和诗声部分 那么百分之百的诗声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混响 没有干声的一个介入 我们听一下 那百分之百的干声 或者是百分之零的一个诗声 就不叠加这个混响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手动的 比方上将干声调到一个位置 对它的混响呢 只加一点点效果 让声音听起来有空间感 但无论我们怎么做 我们还是失去了原来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通过插入效果 这种方式的话 原来的这个文件 它是被破坏了 只要你叠加这个效果的话 当然我可以就直接通过 二音轨的话 将它的原文件拖入进来 然后保证它的一个原始文件 将两个声音叠加起来 比方说这是没有经过 混响处理的一个声音 这是经过混响处理的一个声音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 大概进行一个微调 再增加一些混响 然后将这里的干声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干声了 我可以将它调小一些 这里的诗声呢 调大一些 我们叠加放在一块 进行一个操作 当我觉得说这个混响的声音太大的话 我可以将这个混响调小 因为这干声在这 这样的话 也可以达到一种单独的 对这个混响效果的一个操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干声文件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将近百分之百 就是一个纯粹混响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去这样做 没有任何问题 但实际上呢 在所有的音频处理软件当中呢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send 就是发送 发送就是专门用来干这件事情的 我们来到发送这个选项 然后呢 先将这里的音轨给它删除掉 我们来看到发送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se 点击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 它就要添加一个bus 就是一个总线 我们现在呢 添加一个立体声的一个总线 关于总线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再来看 我们可以将这个总线呢 给它重新命名一下 比方说命名为混响 混响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也变成了混响 那么在混响的这个总线轨道上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混响的一个效果 那么将原来原始的这个文件呢 混响效果给它去掉 然后呢 把它的音量回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在这里 我在这个总线的这个轨道上面 我们加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还是利用这里的great hall 就是大厅 然后呢 将干声给它调到0% 将湿声调到100% 也就是 作为这个总线这么一个轨道来讲的话 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那么 第一个轨道呢 就是我们原始的一个轨道 它是一个干声的一个轨道 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在 Send的就是发送这个效果菜单当中呢 它有几个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音量 它这里的音量决定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在图片当中讲到过 发送呢 它可以将这个轨道拷贝一份 然后将拷贝的这个文件 发送到混响这个轨道当中 产生 将两个 一个是原始的原始文件 另外一个是 混响的一个文件 然后将两个文件的效果 给它混合起来 那么这里的这个音量呢 就是我决定要将 多少的一个拷贝的音量 发送到这个轨道里边 那比方说呢 我现在不发送 我给它作为0来说 那么我们听不到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现在我给它 像这个轨道 就是下面的这个 总线的混响轨道 我给它发送一些音量 当然发送的这个音量 是我们拷贝的音量 它原始的一个轨道呢 就原始的这个文件 它依旧存在在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听到 整体的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了 我们来到混音台 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原始的轨道当中 是没有混响这个效果的 而是在总线的这个轨道当中 也是混响的这个轨道当中 我们给它使用了 混响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发送它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通过这些播放 这是原始的干声文件 那么这个是混响的一个效果 的一个声音 将两种声音 最后汇总到后面的 Master的一个调节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单独的去控制 混响的一个声音大小 包括干声的一个声音大小 当我将这里的总线 混响的这个轨道 它的混响效果 拉到零的时候 我们就听不到这个效果了 将我给它拉高的时候 整个 混响的效果 就显得比较明显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单独的 去控制这种效果 通过耳机的几个监测 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另外的话 我们原始的一个文件 还没有丢失 依旧存在在这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发送当中 还有两种模式 去进行一个选择 那第一个叫做 我们可以看到 send pre-fader和post fader 那么pre-fader 我在这里十分抱歉 我不知道中文版里面 是怎么翻译的 它就是叫做 在 这个fader是什么呢 fader就是这里的一个 就这里的调节的 拉动的滚动条 就是说 我点击这种模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箭头 是在下面的这个 拉动的这个fader 这个滚动条的之前 也就是 我们发送这个 拷贝的这个声音信号 发送到这个混响的 这个总线的轨道当中 是直接发送过去的 它不经过这里的一个 声音调节的一个影响 那么post fader呢 就是在我发送 或者拷贝这个声音之前 它是受这里的一个声音 调节旋钮的一个影响的 我们具体来操作一下 就知道 大概知道整体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现在呢 先进入一个post fader 也就是在拷贝的这个声音 发送到这个轨道之后 然后 我们对这里进行一个调整 当我将原始的轨道的音量 调节为零的时候 就是拉到很小的时候 就听不到 包括它混响这里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因为呢 我们在拷贝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声音 它是受这里的音量调影响的 也就是它发送多少 不光受这里的 发送音量的一个影响 它还受到这个位置的一个影响 我决定它发送多少 那么pre fader呢 也就是和这里的音量调节的一个旋钮 它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这个位置就提前发送过去了 信号呢 并没有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在信号在进入这个位置之前 这个声音原始信号 已经发送到了整个的混响的这个轨道当中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单独的去控制它的一个干涉的一个状态 比方说 我将这里的滑动条拉到零 我们依然能听到混响 在这种状态下 那么这里的混响呢 就是一个纯粹的混响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呢 就是纯粹干声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pre fader的这种模式下 也就是这里变成一个白色的模式下 我们将原始的人的干声和混响的效果 完全的就分离了出来 那post fader呢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分离的效果 只是说 它这里拷贝的这个原始的文件 它还受这个滚动条的一个影响 就是发送多少的一个影响 那么pre fader呢 完全不受影响 因为在声音信号进入这个滚动条之前 它这里的声音信号 已经单独被发送的这个轨道了 它是不受这里的音量条的一个影响了 所以说我们将人的一个干声 和这里的一个混响 完全就分离了开来 那么这个呢 是在音乐混音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应用 在声音的场景的设计当中 如何去使用它 在这里我们以制作一个跑步的特殊音效 来看一下发送的具体作用 那么这里我准备了一个跑步的文件 这个文件本身是没有声音的 后面这个跑步声 是我在网上下载的 最后配上去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整体效果还不错 还比较合拍 但是呢 作为一个声音场景的音效处理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这里缺少了环境音 也就是它的跑步者的环境 它是在一个空旷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它另外它的镜头的分布是 由远即近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看到目前这个镜头 它跑步的声音应该不会那么清晰 而伴随一些回音的状态 随着这个镜头的不断拉近 我们听见的跑步的声音会越来越近 然后呢逐渐远去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利用发送这个效果 对它的外部环境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控制 在这里我们来到发送这个选项 然后呢找到S1 就是发送 在这里做先加一个总线 比方说立体声的一个总线 然后我在这里的总线这个环节上呢 先给它插入一个效果 一个混响的一个效果 先给它插入一个外部环境 我们在关于这里大海的一个外部环境的话 我就不细调了 我们随便找一个听起来比较空旷的一个效果 比方说这里的大厅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呢将它的干声拉到0% 湿声的拉到100%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干声了 紧接着呢 我们对这里的也就是fader呢 将它调整为一个prefader 因为我们想要单独的去控制它的干声 而这里的bus呢 也就是总线的 我们刚设置的这个总线 就是作为一个混响效果的总线呢 我们想要的是完全那种混响的效果 我们先来听一下整体发送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效果还不错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动画 因为目前的状态下呢 我们可以单独的 比方说呢 我将这个混响这个音轨呢 先给它静音 我们可以单独的控制它跑步的一个干声 这是干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混响的一个声音 纯粹混响的一个声音 所以说当当中的跑步者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的干声的话 我觉得可以调的不是那么的明显 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个脚步声 将它的干声相对来说放的小一点的一个状态 那么再给它来一点音量 然后将这里的混响呢 也相对来说给它缩小一点点 OK 我觉得这个作为开始的第一步的 就是第一步脚印的这个声音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随着这个跑步者离我们的镜头越来越近的话 我们需要听到的它的脚步声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画 对它这里的纯粹的干声 我们将它的音量呢可以逐渐的去放大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呢我们对它的音量逐步的去放大 随着它的人的跑动者的一个镜头的一个拉近 OK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我们也要单独的对这里的混响进行一个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它的镜头越来越拉近的一个状态下 这里的混响的话 我们要将这的混响音量也要相应的降低 因为跑步者离镜头越近 它声音听起来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对于这里的混响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动画处理 那么可以对混响随着它镜头的一个拉近 我们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个降低的一个处理 最后拉高 OK 我们来听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呢 最后的它这个混响的最后这个部分呢 稍微有点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调 在touch模式下进行二次的一个微调 这个状态是差不多的 那么如果说你想去调整它的一个声像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 比方说呢 它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人在画面的一个右边 如果说我们想让自己的耳机的它跑步的一个声音 从右边 然后逐渐的拉到左边的话 在这里的话 我们同样也可以做一个动画上的一个处理 无论你是处理脚步声也好 混响声也好 那么我觉得可能 因为在这里去讲的是发送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混响 如何去处理它的一个声像调整 点击S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音量下面的 发送音量下面 它有一个混响的这么一个效果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将这里的拷贝的这个发送音量呢 我先给它调到 右边的一个80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 拉到右边之后 它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它一开始 这个混响的一个产声 我们大概能听到右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先进行一个操作 从右边给它往左边去拉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现在目前所调整的这个声像呢 并不是我们原始轨道的一个声像 我们原始轨道的声像呢 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调整的声像呢 只是针对于我们拷贝的这份原始文件 发送到总线当中的 这个文件的一个声像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 对于这个文件来说的话 我们调整的就差不多了 关于这里的声音动画的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我上一个视频 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我们现在重新把这段文件预览一下 那么这个是有效果之后 没有效果 我们听一下 OK 这个呢就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利用send发送 去制作一个跑步的一个场景 可以单独的将整外部的一个 混响的一个环境音 控制起来 和干声互相来进行一个控制 然后做一些动画处理 来制作一个特殊音效 刚才我们一直在创造总线 或者是一直在使用总线这个功能 那么看到现在 我相信朋友们已经理解了 总线它具体的一个含义 基本上和Photoshop PS一样 它就是一个分组统一处理的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第一个音轨呢 现在是一个唱歌的一个声音音乐文件 那么我可以将刚才的跑步声 拖到第二个音轨当中 我们如果说想将两个音轨的音量 我们不想单独的去控制 或者是说单独的给它们 添加同一种音效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创造一个总线出来 点击右键我们来到track 然后新建一个立体声的一个总线 这里是总线F 我可以将它设置为总线 音乐完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输出 可以将它发送到总线当中 将两个音轨都发送到这里的总线当中 这样的话通过这里的总线这个音轨 我们就可以控制音轨一和音轨二 我们现在将这个声音调大一些 将脚步声调大一些 将音乐声调小一些 那么现在我可以通过总线的一个控制 控制它们的音量 当然呢 我也可以在总线上同时给它们去插入一个效果 比方说混响的一个效果 还是用大听 因为它听起来更加明显一些 这样的话 就通过总线这么一个音轨 控制两个音轨或者是多个音轨 所以说它本质上呢 就是一个分组统一处理的这么一个东西 通过总线呢 去控制其他的一些音轨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可能有一点灰色难懂 但是我相信朋友们如果下去亲自操作一遍的话 就会理解当中的一些原理 总线也好 发送也好 这些内容呢并不是我们日常处理音频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在音乐混缩和特殊的音效处理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欢迎留言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